聽說在Window 8有一個新的Lock-in方式 是呀 現在Window 8 你不需要傳統的Password 這樣落進去 你可以用這個叫Picture Password 的Lock-in方法 這個是不是你 這個當然我是 它已經升了我的MSN Profile Pick 那麼 預先我已經設定了三個動作 去Lock-in的 通常是一個打圈 或者Tab 或者是打滑 數一數 那麼在我這個Case 我就預先設定了 圈我耳朵 再讀我鼻哥 再掃這個West Coast這個字 哦 都很方便 是啊 這樣就進去了 三個步驟 一定不會被人偷到那些思念 咦 看回那個把片 跟Window Mobile一樣的 是啊 因為 現在Window 8 採用了這個叫Metro style的Lock 它是將Desktop Tablet 和Mobile融為一體的 所以可以看到 現在除了有傳統的Desktop之外 亦都可以當成一個Mobile 一些Apps這樣讀下去 譬如我現在想Message 和你人Message 那我就按下去Messaging 那這裡你看看 它已經是Connect了我的MSN 和Facebook Account 哦 都一次過有了 都不用開那麼多個 嗯 沒錯 那如果我又想說 譬如看一下我的朋友的Update 那我可以按下People 這裡 那這裡就有了我的朋友的最新動態 那如果同一時間 我又想看他們的Update 又想跟他們Message 又想跟他們Message 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 一路跟他們Message 一路看他們的Update 都可以 哦 這樣也不錯 真的不用開那麼多 有色又開 有色又開 是啊 但是如果我有太多Apps 我想Delete 我應該要怎樣做呢 很簡單 甚至是 譬如我現在這個Message 我想弄走它 那我就 那我就 就兩張 在這裡 捉住 將它捉下去 將它捉下去 是啊 這樣就沒有了 那不是很方便啊 是啊 那大家快點 嘗試去嘗試下 下載這個Consumer Preview 啦